欢迎再次观看九年龄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局时间11月12日 在此前11日浙江小汐显示 当日温州永家县桥头中心小学附近一房屋倒塌 现场有许多人被埋在废析之下 并附上了相关视频 不过由于平台限制经过偏激 有关此事当地一位民众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提到 早上10点51拉动楼倒的 直到傍晚还有至少4人被埋 第二位当地人士提到 晚上他可能还不会有人被埋 因为是在翻新施工中 晚上施工人员都走完了 不过这是翻新脑房子 敲得剩几根柱子了 不塌才惯 第三位人士提到 当时旁边的人说是房主要重建 但批布下来就开始旧房改造 早上9点到10点 工作室就突然塌下了 当时有5个人在2楼 其中一个跑开了 其4个人被埋 房屋是4楼3楼塌下来的 出租房子是多年前建的 楼板是一只多孔板 一只板就是搁在砖墙上 砖墙沉重体系 第五位人士提到 这就是自建房质量非常差 有关此事当地政府人员回应称 事故发生在11日上午10点51分 位于永迦县桥头镇的人黄县 它的室有4层高的落地房 连排共3间 是在旧房拆除的时候发生事故 现场视频显示 垮塌民房外里面还装有施工的 脚手架和防腹网 救援正在进行中 人员伤亡情况 正在调查统计中 这些有关桥头镇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去潮头镇浙江省温州市永迦县霞镇 位于温州西部永迦西南部 东宁桥下镇西连温西镇南移 陆城区隔江向望 北街桥下西西 清田萧州山 镇域面具90.6平方千米 其中建层面具5.6平方千米 截至2020年11月1日临时 桥头镇常住人口66717人 더�cere统轭 批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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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